好 现在勾了三针了 然后我们绕线 再 绕线在左边一针 勾 正常的长针 我们中间都是勾 不加不减的长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针拧出来 一个长针 我们一共是勾八针 然后勾到最后一针的 最后一针是要加针的 我们就一直这样勾 然后先 好 现在呢 我这里还剩最后一针 这个还剩最后一个辫子 就这个V字形是最后一针 然后我们先不勾 我们先数一下 数一下我们一共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共是八个单独的长针 这里是八个 然后呢我们绕线 在最后一针里 最后一针不要勾的 这一针起针的时候 不要勾得太松 勾得太松的话 到时候勾出来 它就会有洞 然后我们绕线 在同一个洞里面 给它勾出来 七个长针 绕线 还是在同一个洞里 因为这个洞里勾的 针数比较多 所以它就是 勾松一点的话 就容易有洞 一共是给它勾出来 七个 四 五 六 七 好 看一下这里 这里我是勾好了七针 刚刚忘了说了 就是在这边 我们还拿到这边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这里 这里是这个蓝色记号扣 是第一针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这个第三针 这个是加针 也是加针的位置 我们在这个地方 给它扣上记号扣 这个是斜后根 因为我们一开始 是从斜后根勾的 这个记号扣 这三针 中间你看 一二三 这三针是 叫斜后根的位置 然后到这边呢 我们数一下 从这一个针开始 单独的长针开始数 一二三四 五六 七八 这八针是中间 不加不减的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针里 这一针就是 在最后一针 在这个洞里勾出来 七针的第一针 我们在这个第一针上 扣上记号扣 扣上记号扣 然后从这个 紫色记号扣 到这个黄色记号扣 中间就是 不加不减的八针 我们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勾的时候 一定要数一下 是不是八针 如果不是八针 那就是勾错了 然后呢 我们到这 这边来 再看一下 我们勾了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 七针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接着勾 我们可以把这个记号扣 把这边这个记号扣 再给它扣在 第七针上 我们在第一 这边 这个洞里的 第一针 是这个紫色记号扣 然后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共是七针 然后呢 我们绕线 这个加针就完成了 绕线 在下一针里 可以看一下啊 下一针的位置 是在这个地方 我先拿一个其他的啊 看一下 这个是最后 这个是我们勾七针的 这个洞 然后下一个洞 就是在左边的 左边挑的就是 挑的是这根线 底下的 对应的啊 就是看一下 这个长针 这个长针 上面的这个洞 我们就挑这个洞 然后开始勾 是最硬的 我们就挑这个洞里 然后绕线 再出来 我们勾一个 单独的长针 一些这个洞 跟着差eden 张针